网友搜索杰尼赛斯 意外搜到杰尼赛斯骨灰盒 当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别说买了 连了解的兴趣都没有了 搜索其他汽车品牌都没遇到这个情况 唯有杰尼赛斯遇到了 而且不是谐音 甚至连字都不差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就看从什么角度来解读了 众所周知 国人对一些东西是有忌讳的 从大家对四的解读就能看出来 数字0到9 绝大多数国人不喜欢四 因为四的谐音是四 相对来说 国人喜欢六和八 试想一个问题 国人对一个数字四都那么忌讳 何况是杰尼赛斯骨灰盒 换作是你 你怎么想 难怪网友兴趣全无 麻绳专挑细数段 厄运专挑苦命人 要知道 杰尼赛斯在中国的销量本来就不好 数据显示 2021年 杰尼赛斯在中国大陆的销量为367辆 相对其他豪华品牌 还有比这更差的成绩吗 同样是豪华品牌 杰尼赛斯全年的销量 只相当于一线品牌几个小时的销量 杰尼赛斯是起步叫晚的豪华品牌 以前在国内的命名方式比较乱 曾叫过杰尼赛斯 杰尼赛斯 现在叫杰尼赛斯 而且斯和斯还不一样 没换马甲之前 还叫过雅科士和劳恩斯 哪个豪华品牌的名字是改来改去的 感觉这个高端品牌缺乏长远规划 对于一个国际大公司来说 实属不应该 建议杰尼赛斯应该慎重对待杰尼赛斯骨灰盒 早发现比晚发现好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未来势必会影响销量